最近在外面吃飯 或是你如果吃蚵仔麵什麼 或者吃自物餐 有沒有覺得說 怎麼那麼貴 那麼貴 然後老闆娘講完 算價錢的時候還會這樣翻白 85 我好像拿兩道芹菜 像一塊肉而已 給我算八十五 但人家說這樣還算便宜的 其實現在通膨真的很厲害 我們問一下憲哥 現在全球通膨創新高 對 現在已經打不到了 現在這一波真的壓不住 而且這不可能在短期間結束 也不可能在短期間消退 所以大家要有那種 準備過苦日子的一個生活的心理準備 你是準備過苦日子 真的嗎 真的 百分之百 甚至百分之一千 所以你剛剛講 真的去吃蚵仔麵山去買自物餐 真的會覺得有感覺喔 肚琳哥你想想看 你在十幾年前 你開有什麼銅板價 再來什麼五十元有找 你現在不覺得五十元根本沒有用了 你青菜的都五十六十七十元 都一百 現在是一百幾條了啦 沒有就五十的了啦 那很簡單我們來看全世界的一個通膨膨脹喔 美國創四十年來的新高啦 它上個月的通膨是七點九 七點九%喔 然後歐盟創歷史新高 因為歐洲歐元是兩千年開始 它去年 它這個今年的二月喔 是五點八 那 中國跟日本是比較好 因為中國的數字不準 因為你不曉得它到底是真難講 但是日本來講 要算命八字不準也很難算的意思 對… 那日幣喔 日本這一次真的很厲害 它的通膨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但是它馬上就要面臨苦頭要來了 因為它日幣大病嘛 另外我們來看喔 這個台灣的CPI 是創十三年來的新高是多少 2.84 但是我跟你講2.84只是全部喔 如果是外食主來講 你剛剛講的蚵仔麵算的 三餐老在外的這些老外 3.87 3.87將近4%了 將近4%大概一個月會多多少錢 一個月比如說你一個月 如果三千塊的話 那你就是四三十二嘛 講是這樣講 但是絕對超過啦 絕對超過一百五跑不掉 說是這樣說 問題是 這裡、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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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通貨膨脹是全部都押起來 因為我常常在講嘛 台灣每一年都有所謂的物價上漲 你說做豐胎的時候 鹽水去、宜蘭藏去 你沒吃就好了沒事情 這次是整個都押起來 你沒底線 你怎麼走你就沒底線 我們以前說吃飽吃腳 吃腳的都要戒掉了 喔 本來你如果一禮拜一次 現在變兩禮拜一次 因為就像粗煙一樣 兩支變一支慢慢戒 對不對 不然你這要怎麼樣 你用戒下去撞不掉啊 你說那我人生沒意義啊 真的耶 就是以前啊 每個下午都要訂那個手搖引 最近已經變成一、三、五訂了 所以已經持不下去了 對 我們現在講的意思是 如果你現在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你要新準備喔 你的業績開始也會往下掉 所以是沒辦法 那最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 中美的一個貿易戰爭打了三年了 第二個又剛好這一次的一個 烏克蘭的一個戰爭 整個就捲起來 譬如說物價推動物價最大的推手 就石油嘛 那石油 俄羅斯的石油佔全世界17% 你說每天的缺口880萬桶 你就由今年預估平均價 瑞銀預估平均價是135美元 我們不要說今年 那戰爭後就過了對不對 不會過 明年115美元 所以很明顯這兩年你就死啊 對不對 這個除了這個以外 所有俄羅斯的鎧 不鏽鋼啦 佔全世界49% 它的靶金佔全世界42% 它的太和金就飛機啦 那些太和金佔全世界30% 鋼鐵佔全世界8% 就所有的這一些原物料 這一些貴金屬 它以後會有斷煉危機 另外 顧不到的黃小玉 黃豆小麥玉米 小麥 俄羅斯加那個烏克蘭兩個 佔全世界20% 然後最嚴重的現在 小麥 你如果要吃麵包的 我告訴你 現在醬水了 剛才最嚴重的有一個產業 上個禮拜已經宣佈倒了 叫做葵花油 葵花油 烏克蘭佔全世界80% 所以你現在東庚 他們冬季有東庚嘛 東庚第一個沒辦法庚嘛 炮彈一直打嘛 第二個你已經有庚了 你也沒辦法收嘛 你除非戰爭趕快結束嘛 所以很明顯的這個缺口 會越來越大 那既然缺口越來越大 那大家一定會有一種搶購的心理 真的 那搶購的心理又助長 往上推 要減肥的先暫停 不用那麼急 那夠時尊 我們胖的會活比較久一點 先儲存 先儲存 你瘦得比較快餓 以後全人說 60公斤以下的先進去降 80公斤以上的 慢慢等盤 真的 那種公斤苦日子 所以有一個聯準會 為什麼要升息 它的通膨已經到7.9 那你如果10年公債 還債1點多的話 那沒有人要存錢 所以我就10年公債拉 10年公債把它拉到1.9 拉到2% 那拉到2%至少可以彌補一下下 不過整個全年來講 全年來講 美國的通膨它現在估算是4.1 那GDP呢 它是從本來4.1 會降到2.8 那不管怎麼樣 美國升息 而且現在發現壓不住了對不對 他跟他說今年要升息6次 明年3次 那今年的6次 美國的利率 中間值會到1.9% 那這個會不會台灣央行 這樣跟進之後 會不會台幣就跟著貶值 然後外資撤走這樣 就是你講的這個關鍵點 因為以前來講 我們的央行都落後美國六個月 就先看美國老大哥的臉色以後 我們再動 這次很奇怪 美國一升息 我們跟著升息 為什麼 就是怕台灣的外資跑掉 因為美國的利率如果高於台灣 那我就跑回去很多保守 保守型的一些 退休基金就跑走了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台幣從33.5%升值到 28塊以下 升值嘛 那升值是有利於進口嘛 那這個時候不行啊 我現在講要貶值 所以 你有起來對不對 美國升息我們這裡貶值好不好 因為趕快升息的時候 台幣當天不是又升了兩腳 又拉下來 所以台幣在升值的時候 就是你以後的進口的那個廠商的壓力 會比較低啦 所以一舉兩得 一箭雙雕 所以沒辦法 央行也動不了 所以你要考慮如果美國今年升息六次的話 那台灣可能至少會三次到四次 然後 那每一次一馬耶 四次就一個百分點耶 那你要講我們這邊要問一下 我們現場有我們年紀比較大的朋友 幫忙回憶一下說 過去1970年代的時候也曾發生過 停滯性通貨膨脹 這種情況當年是有什麼樣的狀況 還會再發生嗎 1973年就民國62年 第四次的以色列阿拉伯的戰爭 美國的總統補助以色列2.2億美金 所以阿拉伯對美國禁運石油 對日本禁運石油 只有台灣沒有被禁運 但是石油從一桶3塊漲到13塊 那漲到13塊四倍喔 三四十二嘛對不對 漲了四倍 你知道我那時候在嘉義上班 陽春麵2塊漲到5塊 那一年台灣的通貨膨脹 61.5你沒有聽錯 不是6.15 是61.5 那一年的公務人員加薪24點多塊 那時候的行政院長叫做蔣經國 然後再來第二次就是1978年 那個伊朗革命 伊朗革命石油又從13塊漲到最高漲到 41塊又漲了三倍 那陽春麵又漲多少 5塊漲到10塊 所以很多像你們都從來不曉得 陽春麵有10塊以下 你以為陽春麵出生就是10塊以下 有啦 我有記得啦 陽春麵出生是2塊錢 我小時候我們10塊錢買麵包買5個吃很飽 對啊 那個一條的吐司才7塊錢 剛出來的時候一條吐司很長 7塊錢我可以當作三餐 當然不可能回到從前 但是那個通膨是越來越激烈 甚至可能比1970年代更激烈 但是現在再問你一個問題 會不會停字型的通貨膨脹 停字型就是經濟沒有成長 經濟是衰退的 然後失業率升高 那失業率升高你的收入一定減少 所以經濟減少收入減少 失業率升高你的消費一定在減少 那個停字型的通貨膨脹 央行的動作沒有用 財政部的動作也沒有用 除非雙管齊下 而且至少要三年才會真正復甦 會不會我認為台灣不會 台灣會有通貨膨脹 但是不會有停字型的通貨膨脹 因為怎樣 台灣的儲蓄率太高了 台灣你知道上個月公布 儲蓄率是42.22 42.22你賺了100塊 存錢存42塊 就我們愛存錢對不對 你知道美國多少嗎 美國在去年的3月 他的儲蓄率是26.65 到今年去年的10月 儲蓄率剩下7.3 7.3 他們怎麼搞貨值啊 他們就是輕輕輕輕輕輕睡了 四個 一四人都是在偷人家的 搶人家的 他們都不用自己做的你知道嗎 因為人生出來就是好命 後四人我又要來美國了 真的 我還在搶到台灣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場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心向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點書官方粉絲團